Hello 大家好 今次回來就想說一說這個閒談 因為也有些人想聽 也有一個機緣巧合之下 我覺得是時候要說的 就是早前遇到一個我之前工作的同事 差不多應該都... 都很久時間很久沒見 突然之間遇到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一個緣份或者一個...什麼呢 一個提醒提示 現在差不多要講這個話題 即是開這個話題來講 我上一次就是講第三份社會工作 有些人也有留言說這個... 真的... 很有趣 我的方法很有趣 怎樣呢?就是用那個... 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金句 大家都知道我的金句是什麼 我第一份工作和第三份工作都是用這個金句 對了 我現在先補充第三份工作 第三份工作 當時我記得我辭職的時候 就跟他說 告訴他就... 不做了 不做了 之後他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再告訴他 然後他就馬上吸收我 對了 那我之後都... 很惡然 那就是這一宗 那我再看看我的WhatsApp 我才記得 沒錯 然後呢 他隔了... 一陣子都有傳算式給我 不知道哪裡哪裡 不知道... 翻了一些什麼... 那個叫做... 倉啊 或者是... 可能打字都有 我忘記了 但我都沒有理會他 我先看看 那他就說 之後也有一個倉務和打字給我 但我都跟他說不用了 習慣不到這個工作模式 那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真的... 不太習慣他的模式 就是真的... 好像陌生人一樣 又什麼都學不到 又什麼都做不到 又... 不知道在做什麼 又不是高薪工 等等 就是... 如果真的... 真的... 就是我上一集都說過 其實我還是想要少少... 學少少東西 又不是說學很多東西 但至少不要那麼無聊 還有有個... 圈子 不會好像... 真的好像一個工廠那樣 叫我弄那樣工具 或者弄一個玩具 那就弄吧 然後弄完之後 各自A組去回... 機組放飯 然後B組放飯 然後各自吃飯 吃完飯就繼續工作 其實... 這個都不是一個很好的工作模式 遲早都是玩完 所以我就提早了... 就是... 看到這個弊病 所以我就提出了去... 不做 那當然 其實最大問題就是... 圈子和金錢 就是... 錢不夠多 我記得... 我記得當時400也沒有的 一天 嗯... 400一天都沒有 所以都幾少 沒錯 好 那今次講一講這個主題 今次就是講我第四份工作 也是比較長的工作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比較長的工作 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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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這份工作就是... 物業管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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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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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講詳細一點 首先要講一下我如何入行 在做完第三份工作,即是打字 之後我就沒有做一段時間的工作 也沒有什麼炒散、其他事情 到處都是上網看看哪裏有這些工作 或者看看有什麼餐廳 我曾經去過一間餐廳,好像是咖喱 做咖喱,但還是沒有覆覆 還有什麼呢? 好像壽司也有 我不記得時間點在哪裏 總之有找過咖喱和壽司的餐飲業想試一下 但還是沒有覆覆我 機緣巧合之後就跟朋友聊天 一個舊的同學跟他聊天 我問他在做什麼 他正在做一個類似保安的職業 然後我就問他 這些保安是需要什麼條件 或者需要什麼技能等等 他就說不需要太多技能 只需要有一些證書 我就問他是什麼證書 有一個叫保安證書 他有分不知什麼 有張藍證等等 我不是很記得 有張好像QAS的證 有了那張證 你就可以去做事 但其實都好像有兩三張證要做 我記得我當時就去 我當時就去 我當時就去上課 因為他要上課之後再考試 好像是上兩天 一天 然後第二天再讀完再考試 我記得當時上課的時候 就去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 人力資源 沒有記錯 人力資源就上課 他上 早上幾個小時 例如我8點鐘課 然後上到12點吃飯 過多小時 然後下半週就繼續上課 其實他的課 那些都是很細緻的東西 很細緻 基本上你如果不是 一個正正常常 有常識 有知識看新聞的話 都會知道怎麼回答 可能比盡你錯一兩題都無所謂 因為他那個合格條件都比較簡單 當然就過了 我記得當時就有一個 有一個的 那些叫做什麼 類似聘請人 就聘請人 他就說 剛好這個商場聘請人 我看到當然就立刻填了 因為本身我就是想要一份工作 本身我就是想要一份工作 所以就立刻爽快地填了 就算 沒有理會他 是不是真的好還是差等等 因為始終你是一個新人 你不會分辨到好還是差 對 你不是一個新經八戰的 新經八戰的一個戰士 你只不過是一個 一個 剛剛出來做事的一個人 或者剛剛出村的一個村民等等 你不是一個新經八戰的士兵 所以呢 基本上 我自己都覺得OK 但是我記得當時 其他人就覺得 不好辛苦 好難做 或者怎樣 但是我都沒有理會 立刻填了我的名字 然後填了電話號碼 寫了自己的什麼技能 什麼 懂不懂說中文 粵語 什麼英文 那些 我記得當時都 沒有寫英文 好像有寫中 我好像寫了 寫了 寫了廣東話 然後 好像寫 小量英文等等 我記得當時是這樣寫的 然後呢 看看 然後 然後 他就 好像是打電話找我 如果沒有記住好像是打電話來 就是打電話我的電話 然後再約我 什麼時候想來見工 什麼時候想來簽東西等等 那他第二天已經打電話給我 因為第二天他就已經考試 他考試完了 就會有證書 證書那裡都好像還給他 好像忘記還給他 還是印 然後他就 但是 因為 他的證書不是即時出的 好像要等兩三個禮拜 還是一個月等等 但是 他急著要人 急著要人 所以我就要提早去搞證 但是 怎麼搞證呢 原本來說 他是會 送過來 寄過來 我家 或者寄過來我家附近 那些 不知道政府那些地方拿 但是沒有 因為 為了快 我就要出到去 好像 出到去哪裏 我忘記那裏 好像是 金鐘還是中環 然後有個警署 然後申請了什麼保安證書 那就去了那裏申請 就立刻拿到 拿到之後 立刻跟他講 講完之後就可以見工了 那先講一下我的地點 那地點其實很容易猜 我已經不開名了 那裏 那就是原來一間 很大的商場 原來一間很大的商場 那我記得當時 拿到證書之後 他還要去宣誓 那什麼宣誓呢 就是去一個政府的地方 那 在一個人 在一個見證人面前 就是類似政府職員 那就是在他面前宣誓 那宣誓什麼呢 就是宣誓你在 在這份工之前 就沒有任何工作 已經沒有任何工作 那證明你沒有工作 那就繼續 找到一份新工等等 證明你 不得這份工 應該是怎樣說呢 就是你做這份工之前 就沒有任何職業 沒有任何工作 那免得你有兩個工作 那就會影響到 我想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就宣誓 我記得當時我宣誓的時候 有一點錯漏 有一點錯漏 就是宣誓多次 對 宣誓多次 但是最後也宣誓成功 但是上一份就要撕爛他 因為那份工已經無效了 所以就撕爛他 所以宣誓多次 然後呢 就去見工 去他的商場見工 我記得當時好像是 9點多鐘 好像是9點 接近10點 9點多鐘 接近10點 我記得當時去的時候 商場還沒有開 那怎樣判斷商場是開的 就是開冷氣和會冷氣 因為有時候商場 你不要以為 他真的會關門 開關門 有些是沒有開冷氣的 因為有些是 商場 不走 商場連住住宅 所以基本上是不會關門 然後呢 就只是關冷氣 然後拿一些 鐵馬 鐵馬遺風 一些地方 不讓人走 就當是關了商場 等等 那就是 以這個冷氣來判斷 商場是否開放 那當時是沒有冷氣的 然後我就到處找 因為 都是那句 就是第四份工 其實都是 不太熟 再加上我是一個 內向的人 就是做這份工之前 是一個非常之內向的 所以其實都 很膽怯 很害怕青 非常之害怕青 我記得當時 去了兩三次廁所 因為 為什麼呢 我找不到那個地方 在哪裡 因為他跟我說 去那個 不知道什麼 叫做 服務處等等的地方 但是我不會去 因為 很大 你知道商場 很大的 對 商場非常大的 就是這樣進去 你不會知道 出口在哪裡 我記得我當時去 都不知道出口在哪裡 所以 去完一次 然後找不到 然後再去廁所 因為肚痛 真的太緊張 然後去完一次又一次 最後 終於鼓起勇氣 問一個 問一個 的職員 那個職員 帶了我去一個 叫服務處 的地方 那個服務處 基本上 很普通 我記得他當時 你先坐在一旁 然後叫我簽一些東西 又給了一份 那些叫做 那些叫什麼呢 就是一些 僱傭的文件 我忘了那些叫什麼 總之告訴你 你這個是月薪 然後 你如果離職的話 要有多少日通知 然後有什麼補償 OT等等 颱風費 颱風費等等 還有就是 電話號碼 名字 身份證號碼 那些 都好像都寫在那裡 那份的 那份的叫什麼 我真的不記得 那些叫什麼 總之就是寫了這些 叫我填回 OK 回就OK了 然後我記得 看看 我記得 給完之後 好像是隔了 4-5天 之後才回到 第一次回到那裡 第一次回到那裡 然後我記得 怎樣呢 看看 他給我一些衣服 然後 我記得我當時也是回來才換 因為其實做這些工 做這些 客服 不是客服 做這些 物館 叫做 你在商場見到 穿西裝那些 其實我也是做過這些 那這些 基本上去到那個地 就是你的工作環境 所以我剛才才換衣服 否則就會很 很熱 你知道夏天的話 會很容易出汗 對 那我記得 去到那個商場 然後要上班 第一天 就要打卡 因為通常 都是要記錄你工作的時間 上班的時間 以及這個 下班的時間 記下他 那本身呢 那本身呢 我就以為 商場 即是做商場 是有冷氣 一開始 因為始終 他就說是商場 對 他就說是商場 然後 後來就補回 你做商場的範圍 就不是 就不是一個 開放了的商場 是一個未開放的商場 就是一個類似地盤的環境 但是呢 就有一個 附加 一個 一個 叫做 冷氣費 一個附加費 那就是 在那裏 工作的期間 就有多少少錢去 獎勵你 叫做 即是加回給你 加回給你 因為那裏沒有冷氣 你知道一個地方沒有冷氣 你還要到處走 很辛苦 所以就有加的 有加的 那就是 差不多這樣 就正式開始了 就是一個物館的工作生涯 對 那他就 帶我去到某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跟另一個同事 即是 有第二個部門 有第二個什麼呢 因為他那裏有分幾個 幾個地方 即是類似幾個這樣的 基地 幾個基地 這樣 那就 去到 第一個基地 原來我的工作是第二個基地 這樣 這個是例如 那我就要去第二個基地 接著開始工作 我記得當時都幾蛇鬼 幾害怕 因為真的不知道在做什麼 他又沒有說做什麼 真心什麼都不知道 就進來了 我記得當時他就說要拿什麼對港機 要拿對港機 那一天 我還... 因為我不太知道 我真的不太知道在做什麼 所以就... 他說叫我拿對港機 就拿 拿對港機 那一天 就做了什麼 我很記得 那一天 就做了什麼 就是巡下商場 巡下商場 然後就 簽一簽到 簽一簽個寶 證明你有走過這條路 所以 全天都在簽寶 在一個非常熱 非常焗的商場上簽寶 那那個商場就... 不是... 不是大家走過的商場 就是地上可能鋪了那些 中空板 一些... 一些膠紙 這樣貼著 這樣防止地板有損傷 因為他... 還沒開到商場 他有送貨 所以其實保護回了 為了... 就在地上貼一些的紙 和一些的板 那我就在一個這麼熱 這麼熱的環境工作 那這個就是... 一開始啦 那之後就... 後來就開回 那之後再慢慢趕 那當時那裡 我記得 頭那幾天都... 不... 應該是說... 差不多在說 頭一個月都在做差不多這些事情 對了 不過有時候都要到處去啦 可能是... 嗯... 嗯... 可能是去... 檢查一下其他那些... 工人 類似地盤的工人 那些... 嗯... 即是整店舖那些 那些工人 要檢查一下他們有沒有登記等等 檢查一下他們有沒有登記啊 檢查一下他們有沒有登記啊 有沒有... 會不會有什麼... 黑工等等 因為都很麻煩的 如果你是沒有... 什麼... 工作證又沒有 證明又沒有 連最基本的保險的... 我會說呢... 那就很麻煩 所以我... 我的工作都是... 都是那些 對了 那然後呢 還有一個都比較麻煩的 我也都很... 不想去做的 一開始這個... 的... 崗位 因為它有分幾個崗位 那如果你... 編排到... 可能... 哦... 原來頭一個小時你是站... 站商場門口的 那你就要站... 然後第二個小時就要站商場的中間 中庭等等 那就要去中庭... 折奸等等 那這個都是... 一個最基本的一個... 崗位表來的 那我記得當時的崗位 我是非常之不想坐 就是這個... 車場的出閘位 車場的出閘位 那為什麼呢 因為車場的出閘位 是涉合到錢人的東西 而我當時是完全不懂的 完全不懂那個... 那個收費是如何 所以我是非常之害怕 而且... 因為都是那句 內向的話 要跟那些司機去交流 溝通都比較麻煩 你知道... 那些司機很容易發脾氣 很容易就瘋 所以都很麻煩 所以我是不喜歡坐那個位 不喜歡坐那個位 而且算數我又不懂 真的不懂怎樣算 因為這些數很複雜 嗯... 沒有一個很實質的... 教導我如何去... 收費 所以一開始我是完全不熟 再加上... 嗯... 很複雜很麻煩 所以我非常不喜歡坐在那個位 但是厚於... 迫於無奈 它就... 當然編了在那個出閘位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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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當時有一件事都比較麻煩 比較... 嗯... 曾經發生過的事就是 在那個出閘位那裏 就... 比錯... 計錯數 那計錯數呢 就要賠回 計錯數就要賠回 我記得好像賠回... 賠了... 賠了... 幾次 好像兩次 但也不算太多 可能十幾二十元 那裏 所以這裏呢 也都是我... 很不喜歡在那個出閘位那裏 當值的原因 這個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我會分幾部份 因為其實是非常之多 對啦 非常之多可以... 非常之多可以說 那所以這一部分 這個的閒談 將會分幾集 對啦 分幾集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我 或者在下面聊聊天 對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或者有什麼想我補充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沒錯 拜拜